這一刻我真的有一種想下山回家的念頭 跳路自己選 混蛋不要哭 BIP 耳心 腹筋 啊 啊 唉 早晨 今天是day five 又捱過了一個晚上 實在太好了 總是有點緊張 認住會不會睡一覺會有高山症呢 還有我覺得我好像上了三千之後 腸胃好像有些 少少不舒服 不斷放屁 接下來是不單止是對我的考驗 亦都是對這部機的考驗 應該保持負十度以下 不知道你可以捱到多久 diferente 乖換鞋 2 ult 鞋子 一 兩 1 2 2 鞋子 太漂亮了 其實我現在不算叫做在逛雪山 只不過是因為下了雪梨所以積雪 感覺上好像在雪山上逛 風景都很棒 正得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剛剛看到個告示牌就寫著說 這裡連電單車都不會有 就是說 這裡開始就是人的世界 可能不是 這裡是3990 好大風啊 開始連泥路都看不到 全部都是雪梨 好大風 可能走得太快 馬上有一點心跳加速 很快感覺到 腦子都開始有點跳動 這樣就要慢 慢到真的覺得自己好像 慢動 看來這個就是我今晚的樂腳點 有些人呢 就問 怎樣才可以走出這個雪水圈 每個人首先 人物性格都不同 做法都不同 對我來說最work的方法就是 逼自己去做某些事 比如辭職 或者是 你買張機票不知道在哪裡 單拖旅行 你看看 六號仔啊 今天 一張雙人床 不過這裡好像沒有插租給我 充電 我想可能這裡開始 你連充電都要付錢 要可能在大廳那裡才有電叉 這裡就是4200米 其實呢 就跟之前那些有些不同的 之前那些呢 通常都是一個一個村落 這樣 現在我眨眼見呢 只有這個地方有teahouse 我們去廚房 這裡就是一個吃飯的地方 好大雪啊 知事啊 凍當媽媽都不認得 大雪到瘋了 放下機器先 今天是Day5了 好不容易終於捱到第5天了 今天的風景其實轉了去雪景了 說真的挺開心的 因為 又有些新東西看 還有 都真的很漂亮 開始真的雪山就在你旁邊 另一個最大的感觸是 實在實在太冷了 冷到是 有時候會凍醒 因為實在 不夠暖 我想這個是我 這幾天以來 我最想快點下山的 一天 明天我們就會上一個 4850米左右的一個 HIGH CAM 再後一天呢 我們就要跨過這個山 差幾天而已 想看我怎樣捱下去 LIKE & SHARE這條影片 再追蹤IG、FACEBOOK、YOUTUBE 每天7點 記得看影片 追蹤FACEBOOK、IG和YOUTUBE 那就適合頻道了